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番茄切点小块 切过烧油 炒葱花炒香 小番茄 翻炒出汁 放点食盐 翻炒一下 搅适量的清水煮开 把豆腐放进去 两分钟后倒入西葫芦片 复制断生 加点十三香 鸡精调味 两分钟后 淋点香油 关火出锅 装盘 一道美味的西葫芦炖豆腐就做好了 吃起来汤鲜味美 开胃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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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